日本驾渡与台南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他这几天驾渡市区中四田一博 才好在台南进行苏联的拜访 他除了政党议会关博台南市区会中纪孙的总控 也希望会等着一天出身 跟台南市区会签署优惑交流协定 今天上午 日本驾渡市区中四田一博 拜会企专丸美会 企专丸美会表示 台南市区会 今年启政党日本金泽市区会 签订优惑交流协定的时尊 曾经台北市到驾渡市议会 拜会四田一博议长 守住在政召台 看着四田议长来访 落议长再一次来表达感想 这一期又称心来到我们议会的奔天 他都希望说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民主政治 议会的运作顶顶顶 让上做到一个交流 第三呢 他也设出到新担S&E 代表到我们驾渡市 市长包括议会的当年 要跟我们的台南市政府 包括我们台南市区会 缔结我们的友好城市 所以我们来这期会 由到议会 议会来提案 通过之后 我们也可以让他们这个民族的信息 所以我们就可以两个会 来签友好这个姐妹会 驾渡市议长四田一博 签对技术文族 既完之旬 参计 进东竞敌 东团文族 行政区议会 顶顶顶顶 将团来把约会 和华美国议长 交往意见 并且对着市议会 専用望楼科技 丁衡议会 感动市政公开 讨议会 是表示困定 他觉得就是 不管是京都 那京都议会的话 也是为了京都市 而这边在做一些 动乱台南这个意思 他议会也是为了他 在努力的 他觉得其实是 很有很多的共同点 那他来这边看到议会 也觉得 日本跟台湾 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那唯一他觉得 比较不应的 是因为他们现在目前 要发讯息给市民的时候 他们还是 比较多的用紧张的 不快 但是他发现 我们这边已经 很多都是用网络啊 用APP啊 对对对 就是用这样的 方式到更多的市民 能够知道一些讯息 基督立委会 感谢四天議長 对台湾到台南的中心 尤其台南各家都 是同样 因为行为 立宿文化古都 受到主播 甚至两次议会 未来有议会结明 对着台南市来说 有特别的议议 基督立委会表示 结明相关提案 要提高 本市定议会讨论 四天議長 有其台地没有多久的中来 就会变得 接着好消息 未来 进一部台东 两次 文化金 无交流 提心人民 友好的活动 接着陈家 升起议会 彩虹伯德